今天這題在網媒上也很熱 越南的女首富非常罕見被判處死刑 這個案子事實上吵了很久很久 當然這個女性的角色更是備受關注 她是房地產大亨 然後你看到她侵吞多少錢 看數字可能沒感覺 她侵吞的金額相當於越南 2022年整全國GDP的將近3% 就知道有多少 越南史上最大金額的金融詐欺案 那這個案子牽連甚廣 被傳喚作證的2700人 10個檢察官辦案 200個律師參與這個案子 光是證據104箱 總重量是6噸 然後這個法官求繳納賠償金事 我們看到這個金額也是好多好多零 所以介大使怎麼看 當然也被認為背後還是有一股政治力量 這個當然是越南政府 鐵彎掃黑下的一個結果 越南事實上他這種 我們法律上這種刑罰有所謂的 大概會判死刑都是所謂的自然犯 自然犯就是說你殺人啊 你吸毒啊你傷害啊或這些 那這個就是自然犯 那像這種白領犯罪 這種所謂的這種貪污啊什麼 除非是這個很很很很比如說動員勘亂 對呀判死刑 判死刑 而且他判得很重 是他一共他三個罪 一個貪污罪啊 他是判死刑 另外他還有兩個罪名 一個叫刑賄罪 他判了20年 還有一個叫違反銀行的法規 運作監管規定啊 也判了20年 所以是三罪併罰以後是死刑 所以是非常的重 這個案子被告加起來 連他大概將近90個 我看有關的報導就是說 張美蘭從頭到尾都不太認罪 他說銀行他是外行啊 他遷移到銀行 他並不是很懂銀行的運作 那他把很多這種違法行為 都尾過他都推給別人 那下面人辦的我不知道 這是別人這樣做的 所以我覺得跟他的認罪態度 可能有一點關係 所以最後這個這麼重的罪 他一共就是說掌握證據 他一共所謂的侵吞在詐騙 所獲得的款項是 剛剛講的就GDP的3% 125億美金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數額 那事實上的話就是說 越南政府過去的這個 過去的大概差不多10年 跟中國大陸習近平的做法蠻像的 反腐打黑 尤其反腐倡連 做得跟中國大陸一樣 重大案件大概加起來 有1700件 那GDP的我們上一次還在談 越南的國家主席 上任不到一年也下台了 因為主要是他行為官員 所以也跟這個抓粽子一樣 一抓一大串 一拉一大串 這個也是上面我覺得交半了 因為他這個涉及的經緣太大 那他不但從事銀行業 他還是房地產大亨 房地產大亨 那所以就變成這個是一個 也震動了 驚動了這個越南 中國大陸也非常重視 因為震撼全世界 全世界 判死刑啊 判死刑 對 當然就是說 可能還沒有完全定驗吧 還可以上訴吧 那就是說 後面看他的認罪態度如何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對越南政府要樹立 就是說絕不寬待 貪腐絕不寬待 再高也辦 再大的案子也辦 然後是嚴刑峻罰 我想這個案子 有非常大的一個 什麼一個震撼的影響 這種大規模打攤 可能有時候也會有些後遺症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可能東亞國本 第二個 有人講過度打攤 可能會影響 某些這個經濟上的一些動能等等 你怎麼看待 這是越南決心的展現嗎 我覺得這個是越南決心的展現 他一定會下走另外一些 跟這個張美蘭女士行進差不多的一些越南的大亨 他一定想辦法 要不然就是資金移軸 要不然就是他已經有一些問題的 他可能就要逃走 對用這種方式打 不過越南也已經打了蠻久的 我覺得就是說 可見越南的這個政府 社會的腐敗現象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嚴重的 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這也就是阮腐重 事實上現在越南最高的這個領導人 他這個展現出他這個的決心 這個沒有意思 再大的代價他也承擔了 因為這個新聞在這個大陸的微博上 各網媒上 哇 熱度超高 還有人說他是女版的許家印 很多人就問了說 意思就是許家印好像涉及的金錢比他還大 那為什麼許家印好像跟他的命運會有這麼大差別 不能這樣比啦 中國GDP那麼大 沒錯這是網友 網友我也看了很多 網友這樣講啦 網友都沒有 我看很多都沒有直接評論這個 張明蘭的問題 都直接引就說許家印怎麼樣 所以才會這麼熱啊 說恆大那恆大為什麼 為什麼 看起來就是說越南這個出手跟這個 許家印跟恆大在中國大陸面臨的這個命運 都是抱在房地產這一塊 都在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在頭條上面 事實上它也排名很前面了 各網媒都在前面 這個對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這個這個怎麼講呢 也會對大陸形成一股壓力吧 我也形成一股壓力 這個南韓的這個國會選舉不是慘敗嗎 現在變成這個潮小野大 那主要是3月18號嘛 影席月到超市去看去視察 哪裡把大蔥啊 就是哎呀我去過很多市場 這個大蔥很便宜蠻合理的 但事實上呢這個大蔥是正在促銷 才會有這個價格 我怎麼立刻想到我們那個主機長的 蛾啊 立刻一秒秒想到這個 所以亮哥怎麼看 這個日本的兩 美國的兩個這個亞洲的盟友 這個韓國也好啊 日本也好啊 領導人的這個民調 都在無限下滑當中 影席月拿大蔥是更傷啦 因為人家立刻想到金建希 對 所以你老婆奢侈到這個程度 聽說現在磨刀霍霍 韓國都在找這個金建希 因為金建希失蹤了117天 可是還是擋不住怒火 比凱特失蹤的時間還長 影席月還有兩年多了 他現在很麻煩 因為他只剩下106 107左右嘛 那人家集中把票投給李在明那個黨 高達175C 韓國的糖核是要三分之二啦 就是要200C 可是你 那個影席月那個政黨是很容易分裂的 因為朴槿會鬧出那個閨蜜事件 結果朴槿會被彈劾啊 因為他的黨分裂 結果朴槿會被彈劾的票數是234票 所以影席月要小心啊 就是你就不要冒出一個金建希又被逮到了 或者是他的什麼重要的目標被逮到了什麼醜聞啊 那他的政黨好不好就丟包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Futfeel feel good Futfeel feel good